OK 我们之前给各位介绍的呢 都是属于流体在物体的外界 那里面我们介绍了 从非粘质流体 它的数学描述 一直到真正的粘质性的流体 它对于表面产生的各种现象 我们做的像素的描述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工程上常见的问题 就是管路里面的流体 管路里面的流体呢 我们之前在大学部的流体力学员里面 所学的各种的这个流体力学的这些东西呢 都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管路里面 除了我们上一章的非粘质流体部分 因为管路里面除非除非 特别特别这个特殊的情况之下 一般我们都不能够把它变 假设为非粘质流体 那我们要讨论的几个重点就是 流体在管路里面速度分布 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速度分布 因为我们知道速度分布的话 我们对它表面的速度求它的梯度 我们就可以求出它的减硬力 减硬力乘上管路的面积 就成为它的摩擦力 这个摩擦力就是我们管路 必须供给的Pump的力量 好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它的平均速度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它的流量 然后跟它的Pump的供给力量的关系等等 然后我们要了解什么是进口区 什么是完全成型区 以及压力降的关系 这些都是我们流利地区 非常基本的一些观念 然后管路里面也是会有沉流跟温流 它对于速度以及摩擦力的影响 然后这个是重点 管路的主要压力差 我们有时候把管路的压力降 压力差 就是我们的损失 或者是我们在外界必须提供的力量 能量等等 我们称之为压力降 那我们有所谓的主要的损失 主要的损失就是摩擦力 另外呢 有所谓次要的损失 次要的损失就是管路里面 我们常常会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例如说一个90度的弯管啊 一个T形的风管啊 或是我们加的一些Valve阀门啊 我们加的一些量测的东西啊 使它产生了一个多出来的一些阻力 那这些多出来的阻力 我们称之为次要的压力降 那么次要的压力降有的时候是次要 但是在复杂的管路里面 次要压力降有的时候 是主要压力降的非常多倍 所以有的时候次要并非真的次要 然后呢 我们会讨论到管路的 所谓网路系统 那那个网路系统呢 跟我们的电路系统也是非常类似 好的 好的 我们一般讲就是所谓 typing system 一般也是以圆管为主 然后也有不同的形状 一般而言圆管呢 我们都是用在高压的液体 然后呢 或是圆管的呢 我们都是用在低压的气体 Why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我们假如有管路的话 我们希望它漏 漏的话 恐怕是管路里面最大的一个灾难 所以我们有管路的话 都不希望它漏 那漏的原因是那个管路的压力高吗 它会跑 跑出那个 从细缝 裂缝这样跑出来 那各位看看 一般圆形的构造 跟这个不是圆形的构造 哪一种比较不会漏 或是说哪一种它的材料 你们学过材料理学的话 它能够接受的硬力比较高 当然是圆形 因为它可以一体成型 而且它的遭受力平均 那这个非圆形的话 它遭受的力不平均 而且它往往有的时候不是一体成型 它是把它粘起来 焊接起来 所以会有一些 一些瑕疵在 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 像我们这些冷气的通风管 可以做成为方形的 但是你在高压的这个发电厂什么 你很少看到非圆形的 因为都是在高压 而且是液体 所以这个一般而言 在液体的话就是用圆管 好的 那么管路里面呢 它跟我们的平板的边界层 也非常类似 它会形成成流的边界层 然后到温流的边界层 那我们的管路呢 也会形成边界层 而这个边界层它的变化呢 我不知道下面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哦 有 我给大家来给我介绍 它的速度分布呢 有所谓的抛弧线 抛弧线呢 它的平均速度 大概就是它最大速度的一半 那等到它的磊酪数够高的时候 管路的磊酪数是它的特征长度 一般就是它的直径 然后呢 当它变成为温流的时候 它的这个速度分布会比较平 平 但是并不是滑 因为它虽然说它的速度分布比较平 但是它会有一些震动 OK 所以它是平 但是不滑 然后它的平均速度 因为这边比较平 所以平均速度不会是二分之一 会非常接近一 0.8到0.9之间 比较接近一了 不像是这是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是一般我们的平板的这个边界层 跟我们这个管路里面的流体的关系 而其实这个都是已经在边界层里面了 我当然会介绍管路的边界层 好的 管路的分布的话 一进来 它一定都是 大家都大部分的流体以为 会有非常自由 没有边界的存在 只有边界的人有所谓的no slip condition 所以只有边界的速度变为0 其他速度不变 然后一直到最后 大家都感受到边界的存在 都受到它影响 然后因为它对称 所以中间这一点 它的减硬力为0 因为它的速度T度是0 然后代表它的速度是最大的一点 所以我们一般而言 它的边界层到最后 它的厚度就是它的半径 所以管路到达了完全成型区 我当然会更详细的介绍 当达到了完全成型区的时候 整个管路都在边界层里面 所以这里面的变化 当然它整形的变化呢 跟我们以前在这个Blowshire 所解释的平板的边界层的这个速度分布 是不太一样的 好的 好的 它的进口区就是没有完全成型区 跟它完全成型区有些什么特征呢 就是进口区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三度空间的流体 一般我们在管路里面 我们是用所谓的rθz来做表示 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的管路流体 一般而言 这是我们的z轴 这是我的r方向 这是我的θ 所以我的速度呢 我的速度可以分解为 u r e r u θ 1 θ u z 1 z 然后这地方是单位向量 1 z 这地方单位向量 1 r 这地方单位向量 1 θ 好的 那么我们在进口的时候 它可能有r方向的速度 也可能有θ方向的速度 更可能有z方向的速度 所以它是rθz的函数 等到到了完全成型的时候 所以完全成型就是 你在往 在往z的前面跑的时候 它不会有改变 所以它不是z的函数 它不是z的函数 然后呢 它完全是对称的 所以不是θ的函数 所以它最后只剩下一个 是r的函数 而且没有r方向的速度 没有θ方向的速度 只有z方向这个速度 所以最后 有的速度 u的z 本来是rθ的函数 我们知道 它不会是z的函数 因为它完全成型了 它不会跟 它在这里 它的速度是这样 再往前的z也是这样 这是z方向 所以它不会跟z有关系 不是z的函数 然后呢 它没有这个角度方向的速度 所以它也不是z的函数 完全对称 所以它只是r的方向的对方向 它只是r方向的速度分布 所以这个u等于ur 这个我们称之为一度空间 好的 好 那么 一度空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完全成型区 我们说它是一度空间的流体 在进口区呢 比较复杂 它是三度空间的流体 它的压力变化也不会像这里这么简单 它的减硬力也不会这么简单 等到它成了完全成型区的时候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一个是 我的压力梯度是常数 我们这一节会 我们这一张会非常强调压力梯度 管路的压力梯度 另外一个墙壁的减硬力是常数 这代表什么 就是你这边不管多长 我都会用小小的一节 里面所量测的一些东西 例如减硬力 或者是压力梯度等等 我可以把它变成为整个长度的 得出来的 我这一小小段的压力降 一公尺 我可以说 十公尺的压力降呢 就是小小一段的十倍 我这一段 一公尺所量出来的减硬力 跟我后面十公尺所量出来的减硬力 是一样的 所以我这一公尺所量测出来的摩擦力 跟最后十公尺的摩擦力 乘上十倍 那就是了 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个 所以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都在这个地方做 原因是这个地方流畅 简单好分析 这个地方三度空间不好分析 所以这个是进口区 或是完全成性区的一个分别 一般进口区的长度大概多少呢 大概十到十五个直径 一般的 rule of sum 就是你大概什么资讯都没有的话 你就量测大概十或十五个直径的长度 之后你就可以假设是完全成性区了 对了 像这个什么墙壁减硬力呀 这个等等 这些在这个起点这辆都是首页 起点都是 都是那个 墙壁减硬力这辆可以趋近能穷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起点都故意这么计算 好的 这是一个我们流体力学的基本的观念 我们在流体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在管路里面常常喜欢把它分成为 成流或是问流 我们也讲了很久 到底成流跟问流的定义是什么 假设我们这边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科学家 Ospin Reynolds 他当年做了一个实验 大概1918年还是不说忘掉 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 他实验就是把染剂放到我的管路里面 当我的流体速度很慢的时候 这个染剂非常的平滑 增加速度开始有震动 速度更高完全混在一起 他就把这个非常简单的称之为laminar flow lamb in our flow 一直绵扬在我的流体里面 你把这个东西英文念一下 lamb in our flow 就是laminar flow 很有趣的 然后呢 这是transition 过渡 这是tubulate 一般我们在圆管的话 就是雷诺数大概在2000左右 开始做转换 到了4000我们可以说完全的成型 完全的混流 所以一般而言2000以下 你可以说它是成流 4000以上你可以说它是混流 好的 雷诺数除了能够表示我们的管路里面 沉流跟温流的变化之外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用处 就是我们在大学部的流体力学没有提到的 所谓的我们的similarity 或是我们的dimensional analysis 就是因次分析 就是我们在流体力学我们在往往在做一些分析的时候 好比如说你做实验 你要算一个车子的主力 或是你要算一个飞机的生力啊 主力等等 你不可能把一个真正的飞机拿来坐 汽车可能还可以 飞机那么大不可能 一个船的话你更不可能坐一只大船拿来坐 它得到多少个什么等等 但是你可以做一些类比 怎么类比呢 我们知道什么是雷诺数 雷诺数的话 我这里给各位介绍一下 你就会更了解什么是雷诺数 有的人学了一辈子雷诺数 不知道雷诺数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要讲雷诺数的话 我们去先解释一下 我们以前在大学流地力学 最早跟各位介绍一种流场 叫酷威弗笼 它的意思就是 这个板子两个不穷大的平板 然后流体在平板之间流动 流动的方法有很多种 一种叫做压力降 上面的压力大 下面压力小 这是一种流动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管路流体 都是这种流体 另外一种呢 是我一个板子 这个上面的板 什么板都可以 这个板子有一个速度叫V 下面的板子不动 所以流体本来是静止的 但是呢 因为我必须满足上下两边的 no slip condition 所以下面不动的它的速度一定是0 上面动的它速度一定是V 因此它会造成一个流体速度的分布 这个分布呢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证明 它就是一个线性分布 线性分布的话 意思 假设这个高度 我们称这个为h 这是它的速度分布 u of y 就是等颜率 v分之h的y 所以它是一个线性分布 那么线性分布的话 它的速度梯度 我们知道 简硬力 就是等于 mu乘上du dy 所以这个酷位flow 这个称之为酷位flow 边界流动 所造成的流体 它的简硬力呢 就等于 mu乘上b 数不上h h 就是我们的一个特征长度 我可以用l 特征长度 好 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一些观念 我们再来看看 什么是雷诺数 Reynolds number 它的定义就是 流体的密度 乘上流体的平均速度 乘上流体流场里面的特征长度 我们再定义特征长度 除上流体的粘质系数 粘质系数它是用绝对粘质系数 或是所谓的动力 dynamic viscosity 或是absolute 绝对的粘质系数 好 你看看这个 这个假设 我们把它上下都乘上一个v 然后 所以这边变成v 然后呢 都给它除上一个l 我给它除上一个l 那各位看看这是什么 然后再乘上一个面积 面积 这个面积我们当然要再定义 这个完全合法 对不对 只不过上下的成员 好 我们来看会得到什么 l l下到所以是上面rho v的平坡 乘上一个面积 下面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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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v除上l 乘上一个面积 它都是这样子 好的 我们先看楼下 楼下是new 乘上v 除上l 请问是不是就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简易定 按说老师不见得每一个 每一个流场都是枯微flow 它大致上 它的大小 大致上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不是很精确 但是大致上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东西 这代表流体的摩擦减硬力 这代表它的黏制的减硬力 然后减硬力乘上面积就是它的摩擦力 同样 这个二分之一 lowu平方 它是每平方公尺 多少牛顿 所以是一种力 什么力 惯性力 所以乘上面积之后 这个是惯性的这个简易力 乘上面积变成惯性力 所以雷洛数 我们可以定义什么东西 就是inertial force 或是减硬力 stress 以上 versus force 好的 所以雷洛数它的固定移力 就是流体里面的惯性力 除上流体里面的摩擦力有一个关系 所以当你粘质力的关系越大的时候 我的雷洛数就越小 当我流体像千钦万马一样 我的惯性力很强 我根本不鸟 这个摩擦力的时候 我就变成问流了 我的摩擦力就不放在我眼里 但这不代表 问流的摩擦力小喔 只是它的惯性力很大 比之于摩擦力它大很多 好的 那么雷洛数除了 有这个 这个惯性力 比上这个粘质力的这个关系 不以意义之外 它还有一个用处就是 它可以做一些类比 两个雷洛数相等的一个流场 像这里 速度是V 我的这个特征长度是L 当我速度变成2V的时候 我特征长度变为二分之L的时候 这两个情况 它的雷洛数是一样的 代表什么意义 我这里 这是我真实的汽车 我需要知道它的减硬力 我需要它的摩擦力 我需要知道它的阻力 那么这个是我的模型 我只要把我的模型里面 它的雷洛数做的跟我真实的雷洛数是一样 这个假如是一个风洞 我用一个玩具的模型 然后呢 我的速度只要增加 或者是我改变我的那个黏制力 用别的流体都可以 只要我得到的雷洛数是一样 则这两个真正的case 跟我的模型所得到所需要的东西 它也是类似的 不是一样喔 是类似的 有一个关系的比 然后这个关系的比 要用一些分析以及实验做得出来 但是是有关系的 例如这关系可能是一条线 这个线可能是跟雷洛数有关的 所以这里得到的这个阻力呢 可能就顺着这条线 你可以在当它的这个雷洛数变大的时候 你把它外插法 把它外插法求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雷洛数 除了我们可以控制 看它是不是混流 沉流之外 另外一个用处 就是用在我们的similarity 变相似性 好的 那么在我们非圆形管路的时候 它的雷洛数里面的特征长度 我们就不能用没有找不出它的直径 我们就用所谓的这个hydraulic diameter 就是水粒直径 hydraulic diameter 那它的意思就是四倍的面积除上它的圆周 我这边特地把它写W W代表湿的 W代表湿的 意思就是我湿的面积除上湿的边界 所以圆管的话 我的湿的面积 整个面积嘛 四分是排D平方乘四倍 除上它湿的圆周就是排D 它就是D 所以圆周圆管的 然后呢正方形的话 假设装满了水 我的这个面积就是A乘上A 然后四倍 再除上我的这个湿的边界 就是四倍的A 所以除出来就是A 好的 那么这个没有装满的 这就稍微注意一下 这里面湿的前面积还是A乘上B 所以是湿乘上AB 那湿的边界呢 湿的边界只有A BA 这边有没有跟人家碰到 没有碰到 所以这样这样不能算 所以这样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种叫做明曲 就是像那个水沟啊之类的 或是没有装满水的管路 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少讨论 浮沐系的可能就会比较多讨论 好 这个是核子反应器 核子反应器呢 这每一根每一根都是那个燃料棒 然后呢这里面就是流体流过 那我们要分析核子反应器里面的流体的压力降啊 粘质力啊 阻力啊 所以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那个 Ranking Cycle里面的Pump 需要大的 需要多少大的Pump的力量啊 我们就要用把这个叫做次管路 Sub-Channel的分析 那我们用这个来做解释好了 假设是长方形排列 那大家看看 湿的面积是什么 湿的面积是不是P 这个P我们称之为Pitch 就是中心点到中心点 是不是这个正方形的形状减去一个圆 四个四分之一圆 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面积 那湿的边界是什么东西呢 湿的边界就是一个圆 看到了没有 湿的边界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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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东西不管了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它的正方形排列 好 我们回去可以试一试 三角形排列也可以试一试 好 就是它的随力之境 好的 首先我们来讨论管路的成流 好 管路的成流为什么它 它有重要 它的重要性呢 因为管路的流体 大部分都是问流 回去工业上 那问流流体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 几乎是没有办法 用理论求出它的解析解 那么只有在问成流的情况 我们可以非常规矩的 非常美妙的求出它的速度分布 求出它的减硬力 求出它的摩擦力等等 那么在问流的情况之下 就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在成流的时候 我们把它做一些解析节的这个分析 这是它很重要的地方 好的 我想这个下课前 我就给各位做 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了 管路的成流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力的平衡的分析 一般人喜欢用这些 有一分方程的分析的方法 这方法很好 可是这个太难了 我希望同学都能够 有一些基本的力的平衡的观念 来做管路的分析 这是我的管路 管路在很长之后 它到达了完全成型区 它的半径是R 任何一个地方比较小R 那我们怎么分析这个力的平衡 这边一定是压力大 这里一定是压力小 我流体才会往这里流 这个我们称为Pesodic Flow Pesodic Flow就是 跟刚才的Puesodic Flow 两个造成管路流体的原因 两个原因之一 好的 我们怎么分析它的力量平衡 我们就假设 我们找出一个小小的圆柱 这个圆柱我们把它拉出来 这是我的圆柱 圆柱的半径呢 小R 好 我们看看这圆柱 有什么力的平衡 我们先看X方向 因为这流体在X方向 这地方一定会有压力 这压力叫P 这地方也一定有压力 这压力叫P 我稍微把它画小一点 各位看得出来哪个压力比较大 左边要大 因为它会从左边往右流 但这边的压力呢 我称这为P 这个是P 好比说这P1 这是P2 所以这往右有一个劲的力量 这净的力量叫P1-P2 乘上它的前面积 前面积就是PiR平方 然后这是往右的力 可是这个流体它是等速流体 所以不会有净力 它的合力是0 它的加速度是0 所以一定有个力把它平衡 什么力 一圈 一圈 因为你想要站在这里的话 你看到外面流体比你慢 所以你等于是往外 把你拉回来 这个叫做减硬力 这个叫做减硬力 那减硬力是什么东西 所以MuDuDi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减硬力都是一个正值 力不可能是负值 可是这个 这个微分下来就是一个正还是负值 R越大U怎么样 R越大U越小 所以这个微分是一个负值 因此这里我们一定要带一个负号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正的 这个负值的减硬力 所以这个力量要跟谁来达成平衡 要跟我们的 -MuDuDi 乘上它的面积 它的面积是多少 假设这个长度 我们称这个小L 这个小L 乘上整个一圈 就是2 拍R 所以这个是拍R平方 拍 拍下来叫R R相调 然后呢我就可以得出 我的DuDi 我的DuDi R等于 负的2Mu分子1 P1-P2 除上L 然后R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所谓的 负的DpDx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就是平均的压力T度 而且带一个负值 因为DpDx是负的 所以负负得正 这个呢永远是正值 所以微分一是U的2 就等于负的4Mu分子1 这个我就不写了 然后R的平方加上C C的话必须满足 我的U的2 要等于0 最后我就 时间关系 我就把最后答案写出来 所以我的速度 等于4Mu分子1 这个就是这个 我不写了 R平方 1-R平方 R平方 然后这个部分 当R等于0的时候 这个称之为U的max 所以我们的速度分布 是一个U的max 乘上一个超无线 所以它是一个 二次方程式的U分布 OK 我们今天到这里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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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